接下来是读经 读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至十三节 第一节 轮到济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轮到济有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在没有别的神 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是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拜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蔑了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众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请成了那软弱人的伴脚石 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在偶像的殿女座席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喜不放胆去吃那制偶像之物 因此,基督为他死的软弱,那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 愿得我弟兄跌倒了,经文读笔,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接下来是有道政的事后 今天的主题是容立差异 讲完是我们的叶兆宾传道,请叶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很高兴再次能够在大堂里面见到大家 也在这里和在网上或者打电话进来的电影姊妹打招呼 大家好,早晨 很希望能够快点,能够面对面可以和大家打招呼 今天是我们回复实体崇拜的第二个主日 随着这些防疫措施逐步放宽 我们就慢慢进入一个叫后疫的阶段 即是在疫情过后之后的生活 在疫情之前,我们很多的事情和生活方式都改变了 我们叫生活新常态 在后疫时代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回复以前呢? 我想有些事情和生活方式 可能没有那么快或短时间可以回复到的 甚至乎有一些生活方式可能永远都不会回复到的 就好像我们的崇拜 在疫情之前,我们每星期都会回教会崇拜 尽量能回到的就回到的 但有时因为不舒服就没有办法 在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做网上的敬拜 所以有什么头云生气,或者有些特法事故 不要紧要,我们可以参加网上崇拜 到了后疫阶段,虽然我们恢复实体的敬拜 但是同时也有网上直播 所以有实体,有网上同步的敬拜 这种混合敬拜的模式,应该都会维持下去 这样就会衍生了一个情况 就是选择 究竟选择实体敬拜,还是留在家里,网上直播呢? 当然,在选择的背后,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不同的考虑 有人认为打了两支的疫苗,安全了 但有人又说不是,可能也不是百分百的 也有受感染的风险 加上,加上就要禁止了 加上,这个的確診的数字,其实不断地上升 就算那些确认数字,似乎都主要在内陆地区 不过,那种变种Delta,来势匈匈匈匈 所以,看清楚一点 既然网上有直播,不如留在网上,参加崇拜 有些人可能认为,回到崇拜要戴着口罩,不是很习惯 更加有些实际的情况就是,可能交通安排 甚至乎就是,可能在网上直播已经习惯了 都很好,不用这个周居勞顿了,安坐家中就可以参加直播崇拜了 当然,可能还有千万个不同的情况 虽然,这些看来好像一些个人的选择 但是,因为我们有基督信仰的缘故 而崇拜是信徒生活一个很重要和很严肃的课题 这就不是单单是一个选择 而可能是一个信仰实践的挑战 而这个挑战可能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崇拜 如何理解敬拜,特别是基督徒群体里的集体敬拜 不过,今天我不是跟大家分享敬拜 希望稍后有机会 而这些挑战会引申到不同的看法和立场 而这些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影响着信徒群体之间的相处 我们经过了整个七月,是猜传月 我们有达记忠牧师跟我们分享宣祷会的核心事命 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一直看的哥林多前书 今天的经文,哥林多的信徒正正是面对一个信仰实践的挑战 而这个挑战也引发到不同的看法 其实我们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哥林多有地理环境的优势 像温哥华那样,我们是加拿大西岸最大的港口 而哥林多东西里都有一个港口 很多时候那些货物就会从一个港口上岸 经陆路就送到另一个港口 再重新上船,再送到其他地方 所以这样就制造了很多商业和贸易的机会 而且哥林多城的历史很新 虽然它是一个古城 但是古城在主前146年已经被罗马大军毁灭了 到主前的42至44年 才由罗马皇帝下令重建 重建的时候,它就安排了很多罗马的退伍军人 和各地的自由人去到哥林多居住 虽然哥林多城是一个罗马文化的城市 但是它也有很多希臘哲学院和语言中心 所以他们很追求知识和智慧 所以形成哥林多是一个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而宗教方面 重建的哥林多城保留着希臘的神明 例如太阳神、爱神、海神 不单如此,它还有一些来自埃及的崇拜 而往往这些崇拜 跟罗马国家和帝王崇拜结合 保罗在哥林多逗留了18个月 在这里建立了一群属臣子民的基督徒群体 无疑他们是少数 在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多宗教地方生活 同时他们又会面对从犹太帝来的犹太人 他们保留了传统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规范 可想而知他们是面对着很多信仰实践的挑战 今天我们这一群在温哥华的华人基督徒也是一样的 虽然华人在温哥华属于第二大种族 根据2016年人口统计 华人在温哥华人口大概有47万 而白人有18万 所以相比之下 我们都是这些少数民族 当然其他那些少数民族更加不用说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其实基督信仰在加拿大正正慢慢压缩 可能以前基督信仰是主流 但现在不是 基督徒占人口的百分比不断下降 没有人信主 不知什么原因 除了人数下降之外 基督信仰在政治社会层面 失去那个影响力不得止 反而更加受到主流世俗的社会价值观 在制造着 我们看到六号法浪和七号法浪 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挑战 现在未来有三十六号法浪 修改加拿大人权法和相关的法学条例 目的是防止仇恨言论 当少数基督徒群体生活在一个多种族 多元文化、多宗教的环境里面 信仰实践会面对很多挑战 而这些挑战也可能会影响信徒群体之间的相处 今天我会从这段经文 那麽多前书去看看 那麽多信徒面对其中一个挑战 以及看看保罗的教导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我会用两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就是信仰的挑战 第二点就是用爱建立空间 用立差异 原来戴着口罩说到真的不够气 第一信仰的挑战 在第八章第一节 轮到祭偶像之物 那麽多信徒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我认为华人基督徒就很有共鸣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在西方国家 较少一些这些处境 但可能我们以前也遇过或者我们听过 就是拜偶像的食物 吃不吃得 特别是有些基督徒来自传统的家庭 有未信主的亲人 他们拜祖先的时候会有些什么 烧肉 白切鸡 蘋果 橙 那麽 拜完之后 基督徒 吃不吃得 有人说吃得 有人说不能吃 有人说不能吃 为什么不吃 烧肉 烧腩仔 更加好 当时关不得的信徒 他们有两种反应 其实都可以理解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吃 要么就不吃 说吃那些当然是没问题 为什么不能吃 而说不能吃那些 就说 吃了最大的偶像的食物 就是跟那些偶像有关联 那基督徒怎可以跟偶像有关联 是不熟灵的 所以究竟吃得 还是不能吃 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 于是他们就写信给保罗 希望保罗给他们答案 告诉他们 如果放在今天的处境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对 发不发实体崇拜 甚至对教会的防疫措施 重启计划 有不同的看法 对有没有打疫苗 可不可以回教会 有不同的看法 再扩阔一点来说 可能对社会的议题 有不同的看法 对香港的社会发展 和政治的转变 有不同的看法 对中国现在的发展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对加拿大 但是有些法案还在审议中 究竟用什么方法去阻止他们通过 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这些很多不同的看法 会不会影响到信徒群体之间的相处呢 保罗在回复哥伦多信徒的提问里面 反映到哥伦多当时有两批信徒 有一批信徒是着重理性和知识 他们赞成可以吃大偶像的食物 我看看保罗如何引述他们所说的说话 第一节 轮到祭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 然后第十节 轮到吃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子有位 再没有别的神 所以我称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这批信徒的看法 就是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位神 就是他们所相信 和我们现在所相信的天父 虽然世上 有其他 既有称为神 但那些都是假的 那些都是偶像 虚无无用的 正如在诗篇第一百 一十五篇 第四节七节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做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那些都是假的 只是人手做的 不是真的 所以如果那些食物 真的拜过那些假东西 根本那些东西不存在 食物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而食物的本质没有改变的 根本就跟那些没有拜过偶像的食物 是没有分别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能吃呢 保罗如何去理解这篇信徒的看法呢 在保罗的回应里面 似乎保罗是认同他的看法 例如第一节 我们看到 第一节 两道制偶像之物 我们 第二节 我们知道 似乎保罗是把自己 生压就停止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的身份 他是谁 他是VCAC的创本牧师 他创本牧师 他说的东西一定有分量 他说的东西就可以一锤定音 但是 保罗又不是这样去处理 很多信徒之间的分歧 虽然他明白 这批信徒 以及认同这批信徒的看法 在神学好 在识经好 在信仰立场层面好 对拜偶像的食物的理解 不过 他也留意到 有另一批信徒 有不同的感受 留在第七节 他说 但人不都有这等的知识 有人到如今 因拜慣了偶像 就以为所吃的是偶像 就是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也就污胃了 然后第十节 若有人见你 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坐直 这人的良心 若是软弱 喜不放胆 去吃偶像之物 这句话 保罗仍然是跟那些 有知识赞成 吃 祭国偶像的食物 那些信徒说的 保罗说 第一 你们有知识 明白 那些偶像 其实是没有东西 也不存在的 所以 吃又如何呢? 但是 不是人人 都有这些知识 明白这个道理的 而第二 就因为 你们有这些知识 没有这些知识的人 可能会看你们做头 他见你们走进去廟 里面去吃 他们就会问 那我们是否可以 照板煮碗 跟着做呢? 不过 这个困难是什么呢? 人往往是比过往的经验 影响着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好的经验固然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省察 回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 感谢神 以至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 将来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就算有些不好的经验 其实只要能够过渡到 都能够帮助我们成长 正如现在在后夜的时期 有些心理学家提出这个创伤后成长 我想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 大家听得多 现在有一个叫PTG 就是创伤后成长 就是经历了创伤事件之后 能够经验新的角度 重新去解说那些相同的经验 体验到在心理上正向的改变 其实我们基督徒 我们都能够和可以有这个经验 可以成长的 透过这个创伤性经验 只要我们靠主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一个新的创造 我们可以一切重新来过 在主里面 只不过 有些人 仍然可能暂时不能摆脱 过往这些不好的经验 所带来一些不好的负面影响 因为经验不是很像那个智能电话手机那样 只要你按一个重拆 重拆的键 就所有东西包括你的记忆 包括电话记忆 不是你的记忆 包括电话记忆 相片 你所安装的程式 就全部洗掉 那机就好像回复新机那样 什么重新来过 但经验是不行 经验是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就好像我们犯罪得罪神的经验那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有时候我们有些罪 我们一路犯完又犯 因罪 又继续犯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这些犯罪经验 不会因为我们认罪悔改 就会完全在我生命里面消失了 罪 虽然神是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在神面前是清义 但是罪仍然是潜伏在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常常靠主 以靠圣灵 信服圣灵的话 很可能就会因为一些事情 就会牵动我们的欲望 我们又会跌入犯罪的陷阱里面 有人可能仍然受着过往经验影响 正如保罗说 有人成为基督徒之前 他大惯了偶像 无论以往偶像是假 是不真实 不存在也好 他们和偶像之间总是有些经验 就算信了主之后 他们头上知道 拜过偶像的食物都是食物 不过在他心里面 未必能完全清除了这些联想 或者那些不安的感觉 所以如果看到那些 认为没问题的人 走进去廟去吃的时候 吃了这些偶像的食物的时候 他们的行动和经验 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而这个矛盾又会引起 他良心的不安 甚至影响到他属灵生命的成长 最后可能会影响到 动摇到他的信仰 当时那些信徒 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是相反的立场 其实这个情况不是那些教育独有 你试想想 家里面两兄弟、两姐妹、两夫妇 都可以就着不同的事情 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更何况在一个信仰群体里面 除非那些群体是邪教 操控式的群体 不断地洗脑 告诉你 Pastor Stephen很英俊 Pastor Stephen很英俊 你们是错的 又或者 好像什么呢 好像独裁式的管治 就算你表达不同意见和立场 都会被看为 是故吹仇恨 宣传恐怖主义 要抓人封艇 否则怎么可能在生活上 没有不同的看法 和不同的意见呢 其实华人基督徒生活 是一个多元化 多种族的西方社会里面 除了面对华人的传统文化之外 也在面对西方潮流的冲击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 可不可以做这些 最近我都听过有人问 可不可以打麻雀 可以的 可不可以穿T恤短褲 班教会崇拜 现在家里崇拜的 可能穿着睡衣 很多这些基督徒 可以不可以的问题 不过很有趣的 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看法里面 就算是相反立场 双方都可以找到圣经 神学的论述 去支持自己的看法 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有人说 你的朋友的婚礼 你会不会穿T恤短褲 和睡衣去呢? 当然不会 你会尊重主人家 但回教会 又可以穿T恤短褲和睡衣 分明不尊重神 但另一边又会这样说 并拜神 心灵同诚实 不是穿什么的 打麻将又不是赌钱 还是四个基督徒一起打 还有研究显示 打麻将可以防止老人痴呆 为什么不打得呢? 我们回去 吃不吃 拜个偶像的食物 看看有不同的看法 看看保罗怎样回应 而保罗的回应又可以给我们啟示 我进入今天所说的第二点 就是用爱建立空间 用立差异 经文的第八章 都是第八章一至三 他说 之后说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当信奴群体之间 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保罗教导我们 第一要考虑的是爱心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对事物的看法和讨论 很多时候容易会演变成唯一局的辩论比赛 我要证明我有道理过对方 或者好像今天刚刚 亚洲时间 今天结束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 在每个比赛项目上 一定要分胜负 只有一个金牌 但是 保罗在引导哥林多的信徒 是从争论的层面 对错的层面 要转向一个爱心的层面 转向爱心的层面 但是首先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 因为越有知识的人 越有知识的人越难做过转向 越有知识的人越难做过转向 自高自大有自我膨胀 那个意思 就是说 越有知识的人 就越容易认为自己所看的东西 所知道的东西 所表达的东西 一定是有道理的 我这样说的 并不是说 那些知识不重要 而是 越有知识的人 应该可能要学习 越谦卑 正如第二节 保罗这么说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 保罗在提醒我们 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东西 但其实他可能不知道的更多 大家刚才看到 这个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 丁山的一角 下面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 那又何必 一定要证明自己 可能对 对方 可能错 有一次 我在花园里面 把一些石仔 学一下人 踏高 做一些石仔 层层叠 其实 挺辛苦的 因为 讲究技巧 平衡 慢慢继续 有一天 有一天 我看到我太太 蹲在前面 把石仔 排回去 我心想 什么事 把石仔 层层叠 放在地上 于是 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走到去 问他 蛤 什么原因 你要全都放下去 我太太 molto醒 我动下 他摸摸 他知道想怎样 他说 不关我事 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是散了,我排好,原来,我以为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故事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原来之前发生什么事 所以,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还有,神看重的,究竟一个人很有学识,很有知识,还是什么呢 第三节,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神看重的是那个人是不是爱神,而不是那个人有没有知识 而一个人爱神的话,他应该是爱人,因为爱人和爱神是同一个道理 保罗指出,爱是回应哥伦多信奴之间的分歧方法 我们大佬很喜欢把事物简化,很喜欢用二简一的方式去解读事物 但这种二简一的方式很容易令双方对落 所以保罗在那麽多前书第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他用了整章圣经去说爱 保罗认为基督徒之间,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分歧 但基督徒和平共存的约是爱 在辩论场上打赢对手,未必会带来和平 我便会想起,我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的机构有一个宣传口号 赢了一场教,输了个假,值得什么? 保罗对哥伦多教会的教导,好像老生常谈那样 教会常常讲爱 但这可能正是我们要继续不断学习的功课 我们用爱建立空间,容纳差异 而处理信奴群体之间,第二个不同意见的考虑 是神看 在第八至第九节 在第八至第九节 其实圣物为什么会自动走呢? 不要走 其实圣物不能叫神看众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主使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自己自由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半脚石 《默黄基督徒》有一个长处 也可能是一个短处 在很多事情上 都可以引述到圣经如何去说 就好像以这个疫情 又走了 未到你十二次仕途 就好像是这个疫情为例 有亲人过世 有没有办法为他们哀悼 生活觉得很艰难 节兴、婚礼完全没有了 甚至乎要洗手有社交距离 七至十四日的隔离 有人在圣经里面 既有圣经 《利美记》、《埃及记》、《阿摩斯书》 《利利米宣》 可以找到圣经 这样说 甚至乎说 这些圣经是二千多年前 神准欲言这些会发生的事情 不过大家要小心去看这些讲述 好像这些引述是断章取义 在圣经里面抽一两句出来去引述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解经方法 当有事情争论的时候 双方往往都能够拿圣经出来 圣经是这样说的 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不过 双方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的焦点 大家所看、所关注的东西 往往就由事情、事件的本身 转移为去讨论 我解经对、你解经错 或者你解经错、我解经对 好几年前 香港开始的情况 有不同立场的双方 有一方引述《罗马说十三章》 按理解 凡事都要顺服掌权的 但另一方又会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 去理解这段经文 所以双方的讨论 就会由社会的议题 发展的本身 转移到 我解经是对、你解经是错 大家又进入了辩论模式里面 二间一的陷阱 我们看的是有道理 对方看 但保罗教导我们 在第八节教导我们 神看什么呢 神看重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吃或者不吃 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神看重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做些什么 或者没有做些什么 神看重我们 神看重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神看重我们 不是我们 和我们做些什么 我看主耶稣如何对 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跟随了耶稣三年 坦白说 每个人都癌癌癌癌 我们看比特为例 对比特 冲动派 心直口快 世神匹愿说 不会 不应主 但那头就坏了 但耶稣没有责怪他 更加将他挽回过来 《路加福》的记载 当比特第三次不应主的时候 主转过身来 看着比特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当时的情景 耶稣看着比特 他不是用一些很严厉的眼神 去挖着比特 去扎给比特 相反他是用一个很温柔 很接纳的眼神 看着比特 仿佛告诉比特 不要紧的 我仍然爱你 我们再看 雅各和若汉两兄弟 当耶稣在上耶路撒冷 受死的时候 这两兄弟还和门徒在那里 争着谁为大 求耶稣 将来你得国的时候 我一个错你左边 一个错你右边 但耶稣没有骂他 啊 臭小子不生性 你知不知道他求什么 耶稣没有 耶稣告诉他们 将来要发生什么事 以备他们 耶稣所经历的 他们都要经历 当然 还有我们很熟悉的 出卖耶稣的犹大 但到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仍然给他机会悔改 因为耶稣所关注的是人 不是那些条例 不是那些规条 不是那些道理 所以耶稣不会跟从犹太人 那些安息日的规条 无论耶稣多辛苦好 多累好 当有人带一些患病 和一些被鬼附的人 到耶稣面前 耶稣都会医好他们 而未来 甚至乎有些已经来了 就是一些从香港过来的家庭 和读书的年轻人 可能他们经历 对香港、对中国的看法 和我们有部分在这里的人 不一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关心他们呢 我们关注不同的立场重要 还是我们关心他们的需要重要呢 保罗在鼓励很多信徒 不如放下我们在讨论的立场的看法 看一看对方 好像神望我们那样 原来我们跟对方讨论的是一个人 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 究竟我要维护自己的立场重要 还是要保护他重要 第三个处理分歧的考虑是 耶稣所珍爱的 第十一节 十三节 因此 那些弟兄姊妹有机会跌倒 那是否因为那些弟兄姊妹是他的粉丝 或者那些弟兄姊妹是同一个政治立场 同一个看法 那些弟兄姊妹是对教会很有贡献 其实保罗提出的原因和个人无关 和教会都无关 保罗提出的原因是因为基督为他死 基督为他死就成为那位弟兄姊妹的价值 保罗早在第七章已经有说 他说我们是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的价值再不是用我们的成就、金钱、学识 或者小地位或者其他东西去衡量 我们的价值是基督用他自己保贵的生命 把我们卖熟回来的 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人 保罗指出 得罪弟兄姊妹 伤害弟兄姊妹 就是伤害基督 耶稣在《马帝福音》 25章31-40节 讲过一个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 得人在荣耀里面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然后就将 绵羊分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然后对绵羊说 你会承受从创世以来 为你们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舍的时候 你给我饿 我饿舍的时候 你给我饿 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 你给我地方住 我没有衣服的时候 你给我衣服 接着那些二人就问 我什么时候做在你身上 王就说 做在一个小子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没有做在一个小子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 保罗在同样提出 伤害了一位第五姐妹 基督的人 就是伤害基督 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伤害基督的话 那我们就要尽量避免 去伤害基督 为他死的人 伤害人批评人的说话 只要一句就可以了 因为指出人的得足 有多难 穿什么衣服的颜色 都可以被人指责 但是指责批评人的人 知不知道什么原因 发生了什么事背后 以至那个人要这样做呢 尤其我们没有想过 要伤害基督 那些人又不知道那么多 倒不如我们说多些鼓励 造就建设性的说话 但是我们这个要学习和操练 因为我们不是很惯 教会每个月都要一次 灵命塑造小组的聚会 还有团契 好像以臨团那样 他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灵修分享 我们不单止学习去聆听神的说话 和和神亲近 要透过学习聆听祖元 在神话语上的领受 和去学习去给回应 以至彼此的鼓励和建立 我希望更多的团契 可以继续更多的时间 去分享从神话语的领受 透过彼此的回应 在基督里面互相建立 去到总结了 在现在这个大社会环境里面 基督徒面对的信仰挑战越来越多 而大家也可能引发到 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 从在家里面 可能是两夫妇 到父母子女 到教会 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在这个社会里面 轻的 对打不打疫苗有不同的看法 到大的 对政治立场不是取态 可以有南沿北涉的对立 正如《哥林多信徒》一样 他们面对 是否失败偶像的食物 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 而保罗的教导 是当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爱心比知识重要 爱心的对象是人 是主耶稣所看、所关注的人 而一个基督徒群体里面 当我们面对有很多 可以不可以的事情 和不同的立场的时候 我们不只要想自己想如何 也要顾及其他人是如何 因为其他人不是普通的人 他是基督的人 做在基督身上 就是做在基督的人身上 就是做在基督身上 相反 伤害基督的人 就是伤害基督 希望大家一同的学习 用爱结立空间 用立差异 彼此鼓励建立 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一起祈祷 亲自主 你将爱这个道理 你用亲身 钉在十字架上 告诉我们 所以求圣灵你都赶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爱你和爱神 求你带领 我感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阿们